大家好,這段影片的目的就是把Disk Method和Shell Method的概念做一個精簡的 summary 我會分開幾類,希望大家把不同類型的Graph 都可以清楚地知道如何配合出來 我們開始了,首先第一類我會叫Around Axis和Intersect with Axis 什麼意思呢?即是Shader Area會黏住Around Axis 這類就是最容易的一種 我們知道這個方法是把Circle Radius放入PiR² 這類就最簡單,即是由1至7的任何一點都需要一個 Radius Radius是什麼呢?就是Y的高度 所以第一類就是最簡單,就是Pi17 我會抄回那條色的Square 這樣就可以了,就抄回這一句 這是第一類 同樣道理,如果是沿著Y的Axis轉 其實不是等於剛才那一題,即是把Radius轉 高度就是X的Coordinate 這類就是Pi17 負Y-4Square加9Square 再Dy 明白了第一類,我們轉一點 第二類叫Around Axis 但不跟Axis 即是甚麼呢? 即是中間會有空位 Around Axis 即是中間會有空位 Gap 就叫Holo Solid 那這一類怎麼辦呢? 例如看第一個例子 這個我特別要提醒大家 如果都是Around Axis 你看看X的Coordinate 其實這個意思呢 就是希望將這個Volume 再減回這條Curve下面的Volume 所以就等於你做完這個Volume 再做這個Volume 雙減而已 那這一類呢 就是如果你有這個概念很清楚 我們就知道其實是這個Square 那就是0到3 那大家記住 其實我們不是看哪個高跟低 就是看哪一個跟XAxis比較遠 那遠一點代表那個Radius也比較大 所以大減小 那如果這個就是03 那上面那條線就是X加Y等於4 那我們今次因為是03的X做主角 所以我們就要寫這條色 X加Y等於4 我們就要移動它 叫Y等於4-X 那即是說那個高度就是4-X 那就是會成為4-X的Square 那就是DX 不過我喜歡一條色寫都可以 那就是再做這條 就是x-2Square 所以就是x-2的Square 因為是πrSquare 就是radius的Square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有Volm-Volm-DX 那便成功了 那如果是明白的 我們同樣道理 如果把幅圖調轉 到YAxis做 其實也是一樣的 那這次我們就要看 這個Y-Cordinary 就是0到3 π in 0 3 那 那我們的直線 就是軟一點 那這次我們就把線寫成 x等於4-y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 y從0到3 去integrate 那所以高度就是x 就是4-y 所以就是4-y的Square x等於y-2Square 所以就是y-2Square 這次Dy 第三類我們就叫做 Around a Straight Line 這次是Revolve 但不是About x-axis 所以這次的分別就是 radius不再是就這樣的y-coordinate OK 例如這個我要Around y等於5 那你就要想像一下 我用圓筆畫畫 如果我們用任何一點這些 那它的radius 就不是Around x-axis那麼遠 而是這樣的 那些radius是這樣的 Around y等於5 如果你想像得到這個 就可以判斷到 這次的radius 就不再是y 而是y-5 所以我們就是Pi in2到6 的-x-4Square加9 這個是y-5 整個才是radius 再是Square 再是Dx 那剩下當然你自己做吧 所以同樣道理 明白了 這個Round x等於5 其實是一樣的 不過這次 你想像一下 radius 其實是x-coordinate 如果你想像不到 可以把圖書 放進來看 可能更清楚 那麼一樣就是 pi 今次用y-coordinate 相差就是包括dy 最後這個方法就是一種 around a straight line 但不相互相接的線 代表中間裡有空位置 位置一定是兩點上針 接著是由0到3,我們知道一定是Pi in 0,3 但前面說過Holo,就是上面的radius 你可以這樣想像,就是這條線和Y等於-2 這個volume,再減這個curve和Y等於-2 所以都是Square 減Square 就是Pi 0,3 今次這個高度如何找呢? 就是直線和Y等於-2的difference 就是那個radius 所以我們先寫Y等於4-x 就是4-x 這個和Y等負2比較遠 它和負2的radius的相差是怎樣? 就是減負2 或者直接加2 它的Square就是Pi rSquare 就是這個部分 然後再減這個部分 一次過了,就是減Curve Curve這條線是...什麼呢? 這裡沒有寫到,其實是Y等於x-2 這條線和Y等於-2的距離是怎樣? 就是x-2的就是y-2 就是y的距離 再減負2 即是跟負2之間的距離 就是整個radius 再畫很大 整塊地固定 記得不要... 我真的對請文章很差 不空地固定 這樣就是dx 再讓你再明白一條 這次是同一圖畫圖的圖片 但只有X等於5的線 之前說過了 不要記憶著是右或左 而是看看哪條圖片和線的圖片較遠 而是大減小的圖片 這條圖片和X等於5是較遠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Pi in 不過Y coordinate是0.3 那條圖片是Y-2的Square 所以應該是Y-2的Square OK 其實我不太好 應該是大減小吧 不過當然說Square也沒有數 也一樣 但我又不太喜歡這樣做 我喜歡這樣 就是5-Y-2的Square Y-2的Square是甚麼 就是每一點對應的高度 5-X coordinate的高度 就會是radius 這個radius 遠一點 再減線和它之間的radius 就是x-4-Y 就是x-4-Y 就是-4-Y 又錯了 應該是大減小 即是5-4-Y的Square 再括著它 Dy OK 至今 Disk method 大概10分鐘就講完了 未來我都會用Disk method 不過也想讓你感受一下 到底歐斯的Shell method 其實有些時候真的很有用 OK 例如看回第一題 這次同一幅Graph 但是它要圍著Y-axis去轉 其實就難了很多 如果真的要用Disk method 我們會怎樣做呢 我們就要想把這條Curve斬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右邊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再減去左邊這個部分 要怎樣做呢 要找這條Curve和這條Curve已經很難 我們在這個Case剛好也做到的 就是9-Y等於x-4Square x應該是9-Y開方正負再加4 OK 這一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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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x比較大 所以就是√9-Y加4 而這一邊呢 就是-√9-Y加4 那如果我要用Disk method去做呢 那就很麻煩 我們就要 首先呢 找一下這個Vertex的點 就是49 0-49 就是1點 每一個Y都in一次 那就是pi in 0-9 那我就要右邊這個功能 即是9-Y開方加4這個功能 的Square 再減去左邊這個功能 即是-√9-Y加4的Square 嘩 沒有說做不到的 這一題 但是就麻煩到嘔血了 如果你不想嘔血 那就可以試試學到shell method了 那shell method呢 就是在什麼情況之下有用呢 就是例如這一類 你選擇把它斬開兩角 但是如果你當X這個角度去看 這樣圍著它其實就不用斬開兩角 因為1-7的任何一點 我圍著它轉一個圈 即是shell method 我不停製造一些 radius 這些Cylinder 我需要的是X的數字和Y的距離 就是Cylinder的Axis 那在這個Case 或者我都畫一畫 當你真的不太記得什麼是shell method 我就是當每一點對應1-7的任何一點 我畫一個Cylinder出來 這個Cylinder的Radius 就只是Curve上面的X-Coordinate 而那個高就是Y-Coordinate 所以梳米的顏色就是2πXY-DX 那不如我直接寫一下 X就永遠都是X 因為它是Around Y-Axis X是說X和Y-Axis之間的Radius 所以X1-7的任何一點 我都做一次Cylinder 那Y的高度就是抄到這個式 所以就是-X-4²加9 就是2πXY-DX 那麼shell method 我們又不需要斬開兩角 又不會出現Square Root 起碼不用嘔血 第二題 一模一樣 不過今次是Around X-Axis 轉 FoodGraph可以這樣看 我長話短說 用shell method是很方便的 就是2π1-7 對應任何一點 Y就是高度 Radius 所以一定有一個Y在這裡 而那個X-Coordinate 就是那個Cylinder 對不起 剛才的Radius 現在這個高度 就是乘-Y-4²加9 Dy 然後就是shell method 可愛之柱 第三題就是shell method 但是我要圍著一條線去轉 整件事很類似 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有 剛才不是說要找Radius 剛才圍著Y-Axis轉的Radius 就是X-Coordinate 但是現在它不是圍著Y-Axis 那麼我對應每一點 不論是線還是Curve 都好 對應每一點 它現在就不再是X-Coordinate 而是X-2 才是那個Radius 對應每一點的高度 對應每一點的高度 就不再是線或者Curve 而是線減Curve這個高度 這個高度很簡單 就是它的功能 減它的功能 首先我要把它寫成Y等於4-X 代表Y的高度 代表Y是高度 從X-Axis 這個就是Curve的高度 從X-Axis 雙減就會是Cylinder的高度 我用shell method 2pi 就是Integrate 0-3 每一點 首先我要的Radius Radius就是X-2 那我寫X加2 然後我要的高度 就是我要大的Value 4-X在上面的條線 那就減去X-2Square 就是Radius 和Height 就是DX 好 最後一條 就是差不多了 今次我特意把線放在上面 考考一下你是否知道 到底Radius 哪個選擇哪個呢 很類似的 就要先找Radius 我們這個 是由Y等於0至3 每一點我都做一次 這次的Cylinder 例如我用這一點 這一點的距離是4-Y 所以每一個Cylinder的Radius就是4-Y 而高度就是線-Curve 那我要線呢 先寫X等於4-Y X在說什麼呢 從Y-Axis到那點的高度 這個高度 減這個高度 才是Cylinder的高度 就是4-Y 這麼巧呢 這個沒有關係的 這麼巧呢 4-Y 再減Y-2Square 就是高度-高度 是Cylinder的高度 再Dy 希望在短短十幾分鐘的時間裏面 我們弄清楚Dyc和Share Wefford 再重申一次 Share Wefford 沒有說是必須的 它說是O-C 但如果你認識的話 也是一個好參考的作用 有些時候會幫助你做得快些 多謝你的收看 好たい 我们下期再见